欢迎大家来到图说事业纵观天下 感谢观看点赞订阅 今天带大家游览 所有自驾游爱好者的朝圣之路 G318川藏县 G318川藏县东起四川成都 西至西藏拉萨 一站一美景 一站一诱惑 是很多旅行者的梦想 这条线路全程2140公里 穿越21座雪山 跨14条江河 一天过四季 百里不同天 从你启程的那一刻起 便开始演绎让你一生难忘的极致美景 有生之年不走一次 是不会体会到它的美丽 第一站成都 川藏县的起点成都 是无数人心中向往的一座城市 这是一座慢悠悠的城市 慢节奏是成都的名片 在这里晒太阳打麻将喝茶聊天 吃吃喝喝才是正经事 关于成都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 但唯一相同的 都是被这里巴士的生活打动 踏上成都这片土地 总能不自觉放慢脚步 火锅串串麻婆豆腐 川北凉粉 麻辣鲜香巴士 一顿红油滚滚的火锅 让人精神百倍 第二站康定一曲康定情歌 唱进天下人的心中 简单朴实的曲调与歌词下 唱出的是康定这座小城的浪漫 让很多人对康定这个地方就充满向往 千百年来 从西藏与内地来的客商 各自跨越2560米的海拔来到康定 再次交换货物 修养生息 藏汉文化也再次交融 如今康定这座古茶马一战 也就渐渐淡出了历史长河 处立在康定的雅拉雪山和折多山 在诉说这千百年的历史沧桑 第三站贡嘎山属山之王 西南第一峰 中国最美雪山 世界上著名高峰 当这几个不同寻常的词同时出现时 毫无疑问 这就是贡嘎山 这里有世界上高差最大的极高山区 和现代冰川景观 主峰海拔7556米 是横断山系大雪山的最高峰 中年白雪挨挨 山时威夷 虫鸾叠仗 白雪挨挨 日照金山 神奇而美丽 晶莹的现代冰川 从高峻的山谷扑析而下 绝对高差的视角冲击力 无不撞人心魄 第四站木格措 在这里经历的孩子 是镶嵌在大山间的蓝宝石 曲折的峡谷 是风中舞动的白丝带 金黄的草垫在秋风中飘摇 威鹅的雪山 在蓝天白云下散发着光芒 一步一景 步步皆美色 流浪在山川湖泊 放逐于天际之间 这片自然境地是心灵归属 秋天的木格措 十里彩林画廊 万山层林浸染 镶嵌在彩林与草空之间 成了秋日的色彩王国 美道让人心醉 第五站海螺沟 一沟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神圣的贡嘎山熊市东方 晶莹的现代冰川 从雪山铺泻而下 寂静的山谷 装点冰川与森林共生 席卷无比 巨大的冰洞 险峻的冰桥 融入神话中的水晶宫 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造化神奇 当太阳升起 看着雪山一点点幻化成金时 星底的感动一时间无以复加 在如此盛洁的天空下 万物皆有灵 而凡俗如我 亦是批受恩责的大自然中的一员 第六站新都桥 当之无愧的摄影天堂 一年四季美景各不同 美得令许多人向往 春天的清新 夏天的湿意 秋天的绚烂 冬天苍茫孤寂 新都桥是川藏县上的一大亮点 是令人神往的大美之地 沿途的风景 不知征服了多少来此的朋友 神奇的光线 无垠的草原 弯弯的小溪 金黄的百扬 山巒连绵起伏 就像梦境一样 令人神往的光与影的世界 只要你来到新都桥 每分每秒都能带给你惊喜 第七站塔公寺 这是一个让多情的苍阳家措 牵挂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情也会变得冥王起来 躺在草原上 淋浴着阳光 一切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辽阔的天空下 亚拉雪山与金顶寺庙交相辉映 自然与人文色彩的搭配 是如此的和谐 如果不能到布达拉宫朝圣 到了这里也就够了 在这佛光普照的高原 除了繁星出城 别无他计 第八站姊妹湖 在川藏线上 有许多美丽的雪山圣湖 要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恐怕非姐妹湖莫属 如果有幸到这里 或许你会感受到 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安静的美景 让你的身心 在这一刻从此放松 在蓝天的衬托下 展现出宝石般的银亮色泽 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宝镜 映出太阳的七彩光芒 闪耀璀璨 在这里感受高原湖泊的圣洁 心灵会得到震撼和洗礼 第九站毛牙大草原 进入礼堂境内 辽阔壮丽的毛牙大草原 被群山环抱 在公路两旁一望无际 深深浅浅的绿在草地上绵延 礼堂和流淌期间 两岸分布着湿地和草场 远光广阔无垠 郁郁葱葱 近看岔子烟红 繁花似景 气节的变化 赋予大草原无边的神谕与风姿 来到毛牙大草原 只看一眼 每到星坎上随手一拍 都能拍出一张 令你终生难忘的作品 第十站盲康 这里是一个充满神器灵性的进铺 是西藏的东南大门 是茶马古道在西藏的第一站 芒康保留着距经1300年的 盐井古盐田 是最原始的制盐工艺 目前有盐田3000多块 狙击仔 这里在唐朝就开始晒盐了 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辉煌 这道人工原始晒盐风景线 被称为阳光与风的作品 层层盐田一山搭建 错落有致 散落于蓝沧江的两岸 风光别致 美不胜收 第十一站怒江72道馆 也称为川藏99道湾 从最低点海拔3100米 攀升至最高点 叶拉山口海拔4651米 在盘旋下降至邦达镇海拔4100米 中途经过怒江 风高赫深 坡斗路线 对许多车手来说 正是它的险才变得更具有挑战价值 公路两边林木苍翠 植被茂盛 鸟语花香 景色如湿如画 站在叶拉山顶的观景台上俯瞰 怒江72拐一个接一个的直字形 回绕盘旋 在山间峰回路转 风光无限 第十二站燃乌湖 藏东第一大湖 是川藏线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被称为冰川脚下的温柔 是雅鲁藏部江之流 帕龙藏部的主要源头 燃乌湖的镜河兰是远近闻名的 湖岸全滩五颜六色的卵石 湖边是绿茵茵的草场 山腰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山顶是中年不化的积雪 春季树影婆娑 秋冬薄雾弥漫 站在湖边 看着雪山与蓝天在湖面上的倒影 景色如湿如画 让人有一种置身先进的错觉 第十三站来谷冰川 世界三大冰川之一 名字来源于在冰川最深处的来谷村庄 周围遍布美丽的湖泊与宏伟的雪峰 被誉为最富有美景的村庄 身在来谷村 可以同时看到六条冰川 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 是观看冰川的绝佳地点 走进来谷冰川 会看到各种不同形态的冰湖和冰川 犹如回到远古的冰河时代 阳光的照射下 放眼远眺 神奇的冰川让人眼目 第十四站林芝 都说林芝是最不像西藏的西藏 被称为西藏小江南 很多人觉得西藏神秘 辽阔阔而高远 而林芝则是西藏的另一面 婉约纯净 诗情画意 这里有巍峨的南家巴瓦峰 有美丽的泥洋河 有山水环绕的巴松措 碧蓝如洗的蓝天 洁白无瑕的白云 巍峨的雪山 金黄的油菜花 粉红色的桃花 看看日出日落 静听花开花蟹 感受到世外桃源的宁静 体会与世无争的快乐 第十五站卢朗林海 这里是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 满山遍野的绿色林海 中间是整齐画意的草垫 犹如人工整治一般 草垫中溪流蜿蜒 泉水缠缠 草坪上成千上万的野花 怒放盛开 木笠坝 木板屋及村寨行罗齐步 夏季清风吹拂 泛起金色的麦朗 秋冬季节 卢朗除了山腰的松树 青春不雕 两侧山脚的树叶游绿变黄 在油黄变红 弥漫满天的红霞 山间的云雾时聚时散 玉雪山林海构成一幅梦幻般的图画 传说中的泥洋河 是神仙流下的一滴眼泪 与美丽的泥洋河 来一次浪漫的不期而遇 看一次传说中 看到就会幸福一整年的日照金山 春夏时节的泥洋河 桃花朵朵 绿树成荫 云雾缭绕 河水碧蓝透底 漫山遍野的古树桃花 映衬着洁白雪风与明镜碧玉的湖水 美的奢侈震撼 芬芳环绕的世外桃源 如醉霞飞运般的蒸香豆艳 邂逅中国最美的春天 傅林芝的桃花之月 寻梦于这桃花仙境 第17站南加巴瓦峰 中国最美雪山之一 山顶冰川高耸 形状俏丽 山间常有云雾飘荡 山下是植被茂密的江南风光 南加巴瓦几乎满足了 人们对于雪山的所有美好想象 可是因为中年云海茫茫 可以见到它的真容 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据当地人讲 如果你能看到南加巴瓦风的真面目 就是个有福之人 清晨可以欣赏到 高原美轮美奂的日出 云海开始变幻无穷 如如梦幻仙境 更显南加巴瓦风的神秘莫测 第18站拉萨 拉萨是川藏南线的终点 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信仰 仿佛这里可以去除一切杂念 此生一定要到一次拉萨 去看看这里的蓝天白云 感受那信仰至上的文化 如果一生只能去一个地方 也许就是拉萨吧 在这里无数的信徒 虔诚的朝拜 他们不停地向前 匍匐在地 他们不远千里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与磨难 只为到达那处神圣的地方 看到这个场景的 就会明白 为什么都说此生要到一次西藏 第19站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 也是西藏的文化中心 是所有朝圣者心中的圣地 布达拉宫是松赞干部 为了迎娶文成公主 而专门修建的 用了30吨黄金 连屋顶都采用纯金打造 是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建筑 也是藏区现存最大的宫宝石建筑区 在拉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所有的建筑都不允许高过布达拉宫 所以无论站在拉萨城区哪里 都能看到布达拉宫 第二次站大昭寺 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萨城 去拉萨而没有到大昭寺 就等于没去过拉萨 从这些话语中 可以看出大昭寺在拉萨的地位 寺庙起初称惹萨 后来惹萨又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称 并演化成当下的拉萨 大昭寺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拉萨真正的中心 也是信徒朝圣的终点 寺前终日香火缭绕 万盏苏油灯长明 留下了岁月和朝圣者的痕迹 川藏县自驾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 只有走过 用心感受过 才能体会到一个人内心的升华 相信在川藏县走过的路 都将是你人生的回忆